在各个地方 你就发现 有寻到的人 好像刚刚姐妹所分享的 去到太原这个地方 这些村民 从来没听过耶稣的 可能他也在等 也就在寻找 这个真道 所以 寻到者 seeker 在信仰的路上 在寻找真道的人 寻到者 心里面跟所有人一样 他心里面有一个空的洞 这个空的洞呢 是神的 这个形状 只有神 能够填满的 a God-shaped hole only God can feel Bill Heibel 讲这个的洞呢 称它为 holy discontent 一个神圣的 不满足 人的心里对永恒 有一个可想 对人生 单单是物质的这种存在 有一种不满 在里头 这是从神来的 在我的观察的当中 这种神圣的不满 这种holy discontent 很多时候 都在人生的路上 遇到破碎的人生 所带来的冲击 然后激发起 这种 里头的一种的追求 可能是 面对死亡 可能是质病 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环境所带来的 这些的冲击 会唤醒我们 心底里面 这个对永恒的 一个的渴慕 提醒我们 人生其实不像我们所想象 可以完全控制的 很多事情不是人可以掌控 所以里头 我们这个被造的人 对永恒 对神 产生一个可想 一个可目 想找到 这个真理 或者我们人生里头 在我们的价值观的当中 或者选择的过程的当中 我们发现 我们做的选择 带来一些的结果 是我们非常的不满 所以激发的里头 这种的问题 对旧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感觉越来越不满足 这种 人心里面的不满 很多时候推动我们 对信仰产生 一种的可想 起来 成为一个寻道的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 跟我分享他得救的见证 他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头 从小什么都不缺 可是遇到亲戚朋友 过世 这些的经历 产生心里面 对永恒的一个渴慕 那最终呢 他找到耶稣 又有一次 国内有一个父亲 来参加女儿的 这个毕业 这个婚礼 他 对自己过去一些选择 非常后悔 觉得对女儿有很多的 不对的地方 很内疚 里面产生了一种的 就很空的一种的感觉 这种的不满 对过去生活的一种选择 这种不满 对价值的这种不满 产生他对信仰的一种的追求 他约我 要跟我谈 谈谈人生 结果我们叫La Madeleine 谈了好几个小时 他里面有这种的追求 在寻找这个的真道 这些人心里面 这种神圣的不满 激发起来 追求对永恒的一种可想 在信仰的路上 他成为一个寻导者 一个seeker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seeker 在我们的里头 有些寻导的人 可能是你对人生的一些不满足 觉得人生不单止 只是一种物质的一种存在 你在寻找永恒的意义 我从小的经历 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很疲 做很多的坏事 可是自己感觉到 没办法控制 感觉到距离神的这个标准 很远 被罪的这种捆绑 没办法能够自救 里面很渴慕 能够得到释放 能够从这个罪的诠释里面 被释放出来 这种的不满呢 激发起 我对神的这种追求 让我成为一个寻导者 可是我们看到人生的路上 在寻找真理的人 有很多人 是旁观者 spectators 旁观者是什么人 是一群不愿意 让你知道他是谁的 在远处 遥远的在看 对听见的 看见的 从天上来的这种的信息 感觉不感兴趣 漠不关心 可能是对自己的这种生活 很满足 可能注意的就是 眼前的这些东西 工作啊 小孩啊 生活啊 买房子啊 赚钱花钱的 只是看着现在 或者是旁观者 是一群 干预现状 觉得自己也不错 对于这个破碎世界 所带来的 这种的冲击 把它排在门外 不闻不问 生活在滑地的上面 却不以为意 看见的 只是眼前 那这些旁观者 往往是在一些 安逸的环境的当中 出现 在安逸环境当中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 现在很好 我的问题不是问题 把它压下去 被外在的 这些条件 物质的这些享受 我们觉得 人生就是这样 产生一种旁观的 一种的态度 Becoming a spectator 从旁观者 要成为一个寻道者 从 spectators become a seeker 在这些路的上面 常常是迂回的 很多时候我观察 是在人生受到冲击的时候 这条路就打开了 让我们从一个旁观者 变成一个寻道者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耶稣来 就叫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究竟是神来寻找人 还是人在寻找神呢 寻到的人 怎么样成为一个跟随者 怎么样可以成为 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人 Become a follower 一个寻到的人 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跟随者 今天你怎么样 可以成为一个 从一个寻道者 变回一个跟随者 我们读的这个故事 上个礼拜 哥里流的故事 彼得跟哥里流说 他说我看出 神是不骗大人的 不但如此 在各国中 那敬畏他而行义的人 都被神而约纳 这里讲到哥里流 就是一位 蒙神约纳 敬畏神而行义的 这个寻寻到者 这个敬畏神呢 这个字 在 这一篇的 圣经里面呢 出现了两次 就在两次 第二节 跟三十五节 都来形容 这个哥里流 这个字 Fear God 敬畏神 这个字 帮我动一下 下一张 Slide 敬畏神 英文是Fear God 两次形容 就是哥里流 这个字 在第一世纪 这个用法 并不是说 这个新耶稣的人 并不是说 哥里流 是个归信 犹太教的 成为犹太教徒的 敬拜神的 一位外邦的信徒 不是这个意思 是指什么呢 指到 哥里流 接触了 犹太人的信仰 产生对 神的一种的 敬畏 与尊重 要愿意 对神 给他的一些的 启示 而 做出回应 是这个字的意思 对神 有一份的尊重 然后愿意 对神 给他的一些的 启示 一些的 真理 能够 做出适合的 一个的回应 这是敬畏神的 这种经文的意思 哥里流 是罗马人的 一个军官 却是从犹太人 知道 神 这个宇宙的真神 因为我话 一点点的 真理而已 可是因为他知道 这一点点 愿意做出 正面的这个回应 结果 神遇纳他 这里讲到 他 因为敬畏神 而行义 Fear God and do good 这个do good 这个意思呢 指的是 他对神的一个回应 用行动 来做出回应 第一个 他咒记从人 百姓 他愿意很慷慨 帮助别人 第二 他向神 常常 不住地祷告 那这个呢 是他对神的 一个回应 他知道神 一点点而已 并不多 三小文告诉我们 哥里流 对神的认识 非常的 浅 他没有受过洗 三小文告诉我 没有受割礼 第八章 更告诉我们 跟这个非洲来的太监 不一样 非洲来的这个太监 他去耶路撕冷 去敬拜神 哥里流 连去敬拜神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然后甚至 他看到 这个彼得的时候 他把他当神 去跪拜 要去拜他当神 可见这个的哥里流 对神的认识 并不是很深 不是很多 但是 他知道一点点 关于神的真理 他愿意以行动 行义的方法 对这个神 多出回应 那这个是寻导者 一个特点 寻导者 不是说没有问题 寻导者可以很多的疑问 对信仰 在寻找真理 这个路上面 可以很多的问题 疑问 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 是你愿不愿意 对你的疑问 来负责 问是问题 你得到一些答案 以后 你愿不愿意 做出正面的 一个回应 那这个是寻导者 必须有的 一种的回应 好像今天我们去买东西 你有没有试过 去商店里面买东西 看到一个东西 问很多问题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多少钱 然后压下 讨效还价 便宜 一点行不行 问很多问题 可是问完以后 答案都给你了 你就不买 那这些人是最讨厌的 那些去 售货员呢 很知道 你是寻导者 还是旁观者 他一点都知道 问很多问题 可是你真心要买的吗 如果这些答案 问题解决了你一些的问题以后 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买 这个是旁观者与寻导者最大的分别 这里讲的 哥里流 因为敬畏神 而用行动 行义的方法 来做正面的回应 这个是寻导者一个特点 我们当中 或者你接触过基督 这信仰很久了 有疑问 不是问题 问题是 当你知道神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一些真理的时候 你是否愿意 根据你所知道的 做出行动的回应 所以你听了 你认为 你知道宇宙有一个真神 肯定你不知道 还有疑问 这个真神是耶稣呢 还是别人 还是别的神 你可以对这个宇宙的真神 做出一个的回应 你可以这样祷告 跟这个神祷告 说神啊 我知道你的存在 我承认你的存在 那求你 增加 我这种神圣的不满 激发我对你的追求 让我真的能够找到你 我有很多疑问 不过 我愿意 根据我所知道的 做出正面的回应 这样的话 在寻到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神离里不远 你会找得到 寻找 就能够寻见 这是神的应许 让我们当中的基督徒 让我们传福音 给朋友 给家人的时候 我们特别有注意 除了邀请他 来参加教育的聚会 我们有Alpha 我们有这个聚会 我们有那个聚会 真的是邀请他 来参加教育 认识神 可是我们更要 邀请他 做回应 我们真的如果想帮助 这些寻到者 能够寻到真理的时候 要鼓励他 不是要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了 而是根据他所知道的 做出正面的回答 这是寻到者 并能够寻得见的特质 所以究竟是神寻找人 还是人寻找神呢 哥尼流的故事告诉我们 是神主动地去寻找哥尼流的 第一 让他能够借助到犹太的信仰 然后 让他来显示 神 耶和华神 一点点而已 然后 第二 他做出正面的回应的时候 神 约纳他 约纳这个意思 是 指到 神接受他 看到这种的回应 来欣赏 来接纳他这种回应 所以神更 派了彼得 差遣彼得 把耶稣的福音 告诉他 他是主动的 哥尼流在异象上面看到 神的使者 向他显现 将另外一个世界 完全不同一个世界的彼得 从三十公里以外的月派 来到 这个盖夏利亚 哥尼流所住的地方 然后进到他的物质里头 然后把神的福音 告诉哥尼流 完全是神在主动 神在后面去 主导 把一个完全不同 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人 然后猜浅他 快到 哥尼流的面前 把福音的真理 清楚地 告诉他 是神在寻找人 哥尼流 在彼得还没有讲完 圣灵就已经降临 在他们身上 神主动找到人 今天传道书告诉我们 神把永恒 安放在人的心里 把永恒这个意念 放在人的心里 人心这个动 这个神圣的不满 这个holy discontent 是神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激发我们 对永恒的这种可想 然后要我们做出 对神的一种的 正面的一种的回应 这个寻到的过程里头 经过的这个的旅程 在新疆的时候 好几年前我去新疆 遇见一个维吾尔族的 一个基督徒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 维吾尔族的人 坐在很靠近 就坐在我旁边 我张开眼睛看 黑头发跟我们一样 可是蓝色的眼睛 白白的皮肤 可以像中国人一样 从后面看 完全是跟我一样的 可是从正面看的时候 看得出他的特别 特别 他整个家族都是 穆斯林的 父母 妻子 朋友 都是一辈子 都是穆斯林的信徒 他跟我说 他在读这个可兰经的时候 从小开始背 里面有一些经文 有九十多处的地方 写到关于这个尔撒的经文 尔撒是谁啊 尔撒有没有知道是谁啊 尔撒就是耶稣 荷兰经里面 耶稣的名字叫尔撒 他说每一次读到这些经文 他心里面总是 有一股的激动 这种激动 感觉从哪里来 我上去从圣灵来 这种激动 推动他 愿意去寻找真理 愿意做出正面的回应 这种的回应 神拆了一个 韩国的宣教室 见到他 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陪着他 在寻道的这个过程当中 用了六七年的时间 帮助他寻找真道 这是冒死的寻找 不能让别人知道 在那个受灵当中 传福音 传耶稣故事 是死罪 终于呢 六七年以后 他终于信主 找到这个尔撒 他在家里面 开始一个 几个人的 一个维吾尔族的 一个教会 带来他的妻子 信耶稣 从一个寻道者 成为一个跟随者 是神在寻找人 然后人 对神的一个的回应 第二点 当我们遇见 当寻到的人 最终 寻到的时候 最终他要找到基督 寻到不是 漫无目的的 他寻到 最终的 寻得到的时候 是遇见了耶稣 在这里 彼得 在哥利路的家里头 跟他讲这个福音 直接的 跟他讲耶稣的故事 三十六节 他说神借着 耶稣基督 他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把这个道 传给 以色列人 首先是道犹太人 可是他同时 也是万有的主 The Lord of all 这里暗示到 神不骗戴人的 这个恩典 神借着耶稣基督 把这种 与神和好 和平的福音 首先是传给 以色列人 神的血迷 可是 他也是 这个万有的主 他是所有人的 这个神 他的恩典 不骗戴人 所以第三十七节 到三十八节 他讲了耶稣的故事 传福音 是耶稣的故事 你看彼得怎么样 跟哥里流 传福音 神借着耶稣基督 把这个和平的福音 带给所有的人 这是好消息 这个是福音的消息 这个福气 延伸到 外传人的当中 包括了所有的人 三十七三十八 开始讲耶稣的 这个故事 福音 就是耶稣的故事 福音不是节学 福音是历史上面 发生过的 在耶稣的身上 呈现的 一个的真理 神最伟大的启示 神最丰富的启示 最主要的启示 是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显明 耶稣 就是神上人 的启示 的中心 寻到者 是寻找 耶稣 寻到者 最终 是要与耶稣相遇 生命才能够改变 成为一个跟随者 寻到者不是寻求 不单止寻求 一些属灵的知识 寻到者 不单止是寻求 一种属灵的感觉 寻到者 不是单单 寻找一些属灵的经历 寻到者要寻找的 是耶稣的知识 是关于耶稣的经历 跟这个耶稣 认识耶稣 与耶稣 有一个个人的这种关系 这个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 但是细节 他第一点讲到耶稣的侍奉 是历史发生过的 他行善事 医病 是怜悯 彰显神的能力 这些都是 在历史发生过的事 可以去查考的 第二点在38节 他讲到 他是从神来的 耶稣是神所猜的 神与他同在 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 然后第三点 39节 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人 我们见过他 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人 我们是eye witnesses 亲眼看过耶稣的 第四点 39节 讲到耶稣的死 被挂在木头上面 死后复活的 这个历史上面发生的 历史的高潮 这个是耶稣的故事 核心的这一部分 然后第五点 在第41节跟43节 讲到我们 与这个复活的主 同吃同喝过 我们亲眼看过 这个复活的主 我们是他的眼 我们是他亲眼看到的 见证人 你看第六点 神吩咐我们 第六点在 第43节 我们 是神吩咐我们 要传 把耶稣的这个故事 传出去的 传的内容是什么 告诉人 凡信他的人 必借着他的名 得赦罪的这个恩典 那在六点的 这个见证 彼得跟格里罗解释 这个福音 在六点的当中 是以耶稣的故事 为核心的 寻到者 是寻到耶稣 我们当中 如果你在寻到的话 你要找到耶稣 你要认识耶稣 你要知道耶稣是谁 你要跟这个耶稣 产生个人的关系 这是寻到者的最终的目的 然后 这个福音的内容 是我们传出去 是告诉人 凡信他的人 必得蒙赦罪 这是寻到者 福音 需要知道福音的内容 那如果你注意这六点 三点关于耶稣 另外三点 第三点 第五点跟六点 讲的是 我们 就是这些寻到者的 见证人 福音是耶稣的故事 可是 像这些寻到者 见证耶稣 是谁 的责任就是 我们 三点 讲到我们是耶稣的 见证人 我们是这个蒙赦罪的人 见证 这个罪得赦免的 这些见证人 用生命去见证 用你的故事去见证 告诉人 告诉每一个寻到者 耶稣是赦罪的主 这里说 神吩咐我们 是个命命 吩咐我们怎么样 传到 给众人 证明 他是从神来的 要证明 耶稣是从神来的 要传讲 耶稣是从神来的 这里有两个字 传到 Kerutso 这个字 就是讲道的意思 宣讲的意思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 讲的是用嘴巴 传递 宣讲 神的道理 Kerutso 要用讲的方法 告诉他们 耶稣是从神来的 刚才韩咐姐妹分享的 把属灵师的定律拿出来 把这个三福 拿出来 讲耶稣的故事 然后是宣讲 用口去传 告诉人 耶稣是从神来的 然后第二这个字 证明 证明这个字 意思是说是很严肃的 很尊重的 去做见证 Solemnly testify 用你的生命去见证 那这个字 Diamaterumai 这个字呢 中间呢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是mart 这个字 是殉道的 是从这个字 中间来的 换句话说 这种严肃的 见证 用你的生命去做见证 甚至到一个地步 殉道 我耶稣死 是那么严肃的 一个见证人 不代价的 殉道人 殉道者 在认识耶稣的 这个过程的当中 你跟我的责任 神吩咐我们 口去传 用生命去证明 这个耶稣是 从神来的 告诉人 耶稣是赦罪的 有赦罪的能力 我们是赦罪 被经历过 罪得赦免的 这个罪得赦免的 一个信仰 今天我们传福音 我们的生命 去见证神 并不需要完美的生命 才能告诉人 耶稣的好 我们是见证 是见证 凡上信他的人 罪得都是赦免 我们是有罪的人 我们传的 不是个行为的信仰 不是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你看我做得多好 不是这个见证 这个见证 见证 罪得赦免 我是个有罪的人 我经历到罪得赦免 这个故事 来证明 见证耶稣是从神来的 所以鼓励你啊 传福的时候 把你个人信主 成为一个见证 把它写下来 讲的不是讲你多好 你看我信耶稣 哇我做了多少 不是 讲的你是同恩 因为耶稣的死 复活 今天你生命得到改变 今天你可以 得到这个赦罪的 这个恩典 很严肃的 成为寻道者 在寻道的路上的一盏灯 是成为 这个路上面指向基督的 这个的路标 但是你跟我 对每一个寻道人 寻道者的这个责任 寻道者 回应神的恩典 然后成为 跟随者 他 圣经里面讲到 第一件事情 他成为 跟随者的时候 他领受了圣灵 一种内在的更新 基督的生命 是你信主以后 领受了圣灵 里面要更新 开始个全新的 一种的生活的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不是单单得救而已 不单只是上天堂 不下地狱而已 这个福音 包含一个很丰富的 一种生命 这种的生命 是在圣灵里的生命 所以 高利流 信主 第一件事情 圣灵 这样 领受了圣灵 生命 得到改变 开始一个全新的 一种的生活方式 要跟随者 第二 一个外在的见证 信而受洗 立刻在那边 就受洗了 洗礼 是外在的 一个见证 告诉人 你内心的 一种生命的改变 你是属基督的 你是跟基督认同的 我们当中 寻到的人 你成为一个跟随者 首先你从神里面 领受这个社罪的恩典 与神和好 然后领受这个圣灵新的生命 开始进入新的生活 然后自自然然 必须的 那种外在的见证 去水里 那下个礼拜 天 我们就有 就有水里了 那我们当中有人 就是要在 下个礼拜天 用水里 一个外在的 一个见证 来表明 他的一个信仰 哥里流 成为耶稣跟随者 永不回头 成为外帮人跟随 者的先锋 与见证人 以后你跟我 包括你跟我 所有的外邦人 都能够看到 哥里流的见证 而被感动 跟随他的脚踪 然后成为基督的 这个跟随者 这个故事 回到了耶路撒冷 引起很大的争议 可是 最后结论 说这个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人 荣耀 贵神 这是神的工作 没有能够抵挡的 今天神在寻找人 寻找那些 寻找他的人 寻找那些正面 回应他恩典的人 神爱世上所有的人 约拿那些 愿意回应的这些人 在基督里 神刺杀赦罪的恩典 寻找的人 必定寻得见 寻见耶稣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荣耀归神 是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是神爱人的 具体的表现 那如果你仍然是个旁观者 我想请问你 你愿意成为一个 寻到者吗 你心里面 有没有这个意愿 如果神向你显示 他的真理 你是否根据你所知道的 做出正面的 踏出一步 做出回应 如果你是个寻到者 我愿意你 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我们都是耶稣的见证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告诉 要告诉你 耶稣赦罪的这个恩典 就在我的身上 我是怎么样 蒙这个赦罪的恩典 我愿意告诉你 你问我 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愿意成为 你在寻找正道上面的 一个路标 告诉你 耶稣 是能够赦罪 耶稣 得好 那愿意 认识基督 祂是万有的主 使破碎的人生 得到复合 使伤心的人 得到安慰 耶稣 能够使压制人 得自由 使一切伤心的 罪得赦免 这个是我的祷告 今天我们不传福音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是我们认识不到 福音的这个好处 与这个福音的能力 我们对耶稣 看得太轻 认识耶稣 对我们来说 只是很多事情当中 其中一切 并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宝贵 就好像 在埃及里面的 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喜欢吃这个蒜 冲头 他们以为这个是美食 对这个念念不忘 不愿意进到应许地 这个流来雨蜜的 在圣灵里 这种丰盛的生命 这一种全新的生活 觉得福音 并没有什么好 福音的宝贵与丰盛 让你去体会 用你的生命 去见证 神赦罪的一个恩典 需要你 用生命去体验 来告诉 你身边的这些寻到的人 需要你领受圣灵 以后 在圣灵里 过一种丰盛的体验 有隔离的这种好处 今天很多的寻到者 就在你身边 在每一个房间里头 在每一个群体的当中 有隔离留在里头 你不要以为 这些人 都不可能信主的 他们里面有一个 神圣的不满 他们成为一个寻到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亲人 中间有隔离留在里头 等待你 去宣讲 与严肃的见证 耶稣 这种设罪的恩典 你愿意吗 我们这几个月来 讲的主题 就是传福音 造就 造就门徒的见证 很快 我们就要结束 这个的系列 我希望你能够 对神的话 做出回应 踏出去 用生命 去见证 耶稣 用口 去传讲 这个的福音 我们就来 祷告 在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寻到者 你听了 各里的故事 神也在寻找你 我要请你 对神 告诉你的 做出一些 正面的回应 神约拿你的寻求 祂要与你同在 祂要告诉你 耶稣是谁 所以你可以 今天 三位以后 小组的当中 做出一个回应 不一定是信主的回应 就是根据你所知道的 这种的真理 踏出一步 神必与你同在 我们当中的基督徒 你愿意领受这个命令 去传讲 见证 耶稣的故事吗 希望你这个礼拜 能够踏出去 去跟你身边的 隔离流 来传讲耶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